大家好,我是小贼猫 今天早上起床以后 发现我家的小咪又不见了 嗯?为什么说又呢? 找遍了整个屋子 终于在我家屋后找到了小咪 小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晚上怎么长这么大? 不要怕,我来了 咳咳咳 没事了,小咪,有我在 我会帮你 小咪肯定是太紧张了,我能理解 不过,你咋到地底下去了呢? 没事,我这就把你拉上来 但是,先说好 你不能,不能打我 你是在找粉喵做事吗? 气死我了,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你这只丑猫 呃,刚才的话当我没说 我家小咪肯定是得了怪病 我得先去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 不过去医院之前 我得先找点钱呀 先去老爸老妈的房间看一下 嗯? 这是啥? 竟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先收着吧 诶,桌子上好像有钱 一万块钱,不知道够不够 嗯,还是先去医院看一下吧 医生,医生 快点,我家小咪 快 啊? 医生啊,现在可不是偷懒的时候啊 我家小咪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好大 你能帮忙去看一下吗? 开玩笑 谁和你开玩笑啊 你看我都被我家小咪挠成这个熊样了 我还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吗? 哎呀,你就别这个那个的啦 你就告诉我,我家小咪还有救吗? 有是有,不过费用很高呀 什么? 哎呀,你打我干啥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听费用高没忍住 嘿嘿,那医生您说 最少得多少钱呢? 也不是很多 大约十几万吧 哈?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 别说这么多废话了 你现在赶紧去充钱吧 呃,医生 我看您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您看,您能借我点钱不? 呃,好像不行哈 那当我没说,我瞎走了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坏只猫也不错 蛤?